明天就是除夕围炉了很多人归心四溅 不过却有些产业的员工哭诉 他们被迫加班 没办法回家过年 像是手机大厂宏达电 还有太阳能场茂迪 甚至是知名的日出乳酪蛋糕 不过业者强调绝对会依劳机法规定给加班费 为了回家过年 拼了命向前冲 不过有些人恐怕没办法好好团圆 可能是蝴蝶鸡卖太好 有宏达电产线员工爆料 临时被要求除夕到初三要加班 车票都买了 这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常迫着人家这样加班是比较 比较没有同理心 网友酸好血汗 不过宏达电强调薪资比照加班费 还会额外加发1.5倍薪水跟奖金 绝对优于牢机法规定 不只宏达电 太阳能厂茂迪也要求员工除夕到年初三要上班 这样是不合理的 如果有加班会大 那是OK的 西品台中大风厂 有员工也说被强迫春节加班 从做修二变成做三修一 西品则回应该给的都会给 也绝不会强迫 食品业员工也累翻 凤梨酥这里可以直接挑选 欢迎 加上的乳酪蛋糕 凤梨酥毫不手软 通通买单 员工忙着包装结账 晕头赚相 买气暴增却让员工累翻了 爆料每天超时工作12个小时 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 实在是累到爆肝 有加班啊 不加班是骗人的 哪一个行业不加班 基本上他是如果有事情他就早退 对那自愿性留下来的人 他想要赠得这1.33 1.66 甚至两倍的加班费 只能说行业不同 牺牲春节假期就为了多赚过年财 东森材新闻综合报道